当地时间2月14号上午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曾被多个国家或地区 拒之门外的河美邮轮 威斯特丹号上的乘客 开始陆续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码头下船 计划从柬埔寨机场中 中转返回各自国家 柬埔寨首相洪森14号 来到西哈努克港码头 看望停靠当地的威斯特丹号邮轮乘客 并表示欢迎来到柬埔寨 洪森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在游轮停靠期间 政府批准乘客到西港海滩游泳游玩 如计划到先例参观吴歌景区 也将提供便利 当天上午柬埔寨政府出动多辆巴士 将船上约100名乘客送往机场 威斯特丹号13号停靠在 柬埔寨港口城市西哈努克市 柬埔寨卫生部说经检测 船上没有人携带新冠病毒 至此这艘在海上漂泊超过一周的游轮乘客 终于可以回家 我们很幸运地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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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很幸运地在那里 我们很幸运地在那里 在柬埔寨都让我们去 甚至美国的国家 不让我们去乘 但是柬埔寨都让我们去 所以那是美丽 非常美丽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 在有1455名乘客和802名船员的 河美邮轮威斯特丹号 于1月16号从新加坡出发 停靠东南亚多个港口后 到达中国香港 在一些新的乘客登船后 于2月1号从中国香港出发 随后由于担心新冠病毒传染 邮轮陆续被多个国家或地区港口拒之门外 2月12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 柬埔寨同意接受威斯特丹号邮轮靠岸 谭德塞赞扬养柬埔寨 是世卫组织一直呼吁的国际团结的榜样